在这个程式当中 我们就把差分近视引入了 我们用Ball2来记录 差分近视所得到的运动的轨迹 在这边我们用 这个是从力量得到加速度 利用加速度把速度更新 更新后的速度再来更新位置 所以Ball2的X坐标就被更新了 所以这个部分是差分近视的计算 Ball1维持是精确解的部分 所以我们把这个程式执行 我们可以看见 青蓝色的是差分近视的计算 红色是精确解的计算 我们得到结果大致上就像这样子所呈现的 虽然是有一些误差 我们可以看见青蓝色的差分近视 好像跑得比较快一点 先到达阵幅的点 但是它会停留的时间较长一点 所以使得这两个模拟所得到的周期还是一样的 虽然过程中有一点点不同 那么如果我们把整个计算 把我们的精确度把它 比如说我们再把它加一个0 抱歉 我们再加一个0 那你就可以比较的出来说 这两个球几乎是同步的 对不对 就没有青蓝色的就没有领先的这个情况发生了 所以这又再一次告诉我们要提高整个模拟的精确度啊 我的差分近视的DT要选的足够的小 相对的如果我们把把它省掉一个0 我们可以看到其结果就会有很大的误差了 那么运动的过程当中的误差就比较大 但是很奇妙的是它的周期好像没有变化 还可以维持住相同的周期 虽然过程两个是有分叉 但是周期似乎还是维持不变 好